嘶 分享 故事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聽JYP電台 今天會和大家追蹤一下 最近姜濤這個演唱會發生了什麼 如果大家是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給我們一個Like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精彩的片段了 姜濤最近也舉行了個人的演唱會 相信不少姜濤也是非常開心和振奮 而MIRROR成員人氣王的姜濤 在2號正式在阿博舉行首個個人的演唱會 姜濤Waves In My Sight Solo Concert 2023 也正式開落 恭喜姜濤第一次舉行自己的演唱會 對於姜濤的父母 當然會在場支持自己的兒子 也是支持姜濤的表演 他們在晚上8點23分已經入場就座 姜媽到場後 也引起全場歡呼大叫姜媽 姜媽也很親切地 很熱情地向粉絲揮手 對於開場的前五分鐘 全場也舉起藍色的手燈應援 整個場變成藍色的海 在這裡真的非常之感動 因為見到姜濤 可能由一開始在全民造星出道 然後成為現在人見人愛的人氣王 很多粉絲 看著他不少的進步 但到現在他依然擁有很多值得令人學習的特質 姜濤在晚上8時30分準時在演唱會開手的時候 以全黑色的造型登場 非常霸氣 打頭陣絕對是新歌Toe 是他在演唱會前一天推出的新歌 接著演唱作品的說話 以及是master class 令全場的姜濤 都是瘋狂尖叫 炒起了全個氣氛 而這個演唱會 整個場也感受到姜濤對姜濤的愛 為了演唱會 而且默默減綁的姜濤 仍然有一點點肉 但可能需要時間去減綁 也看到姜濤肥肥肥的 有福氣 暫時 我想姜濤也會往做多些運動的方向發展 同時唱功也有很大的進步 狀態大勇 說回現場一些很感動的一幕 其實姜濤第一次舉行個人的演唱會 他也有說到很期待 以及會為這個演唱會做了很多不同的準備 在演唱會之前 其實他已經開始默默地加操 或者去鍛鍊自己的體格 練習當中的一些舞蹈和排舞 以及去練歌 姜濤一開始用全身黑色的造型登場 唱了三首歌 包括是圖、作品、說話、 以及是master class 唱完三首歌之後 他亦與觀眾搭借一直以來支持他的粉絲 他有說到 多謝大家見證人生第一個演唱會 個人演唱會 本身想不到演唱會的靈感 其實他覺得他的名字很有創意 加上今次演唱會主題是水的形態 是希望表達出接受每一個人的批評 之後他就分享到自己特別獻唱 鄧麗君的經典金曲 他就《我之在乎你的》這首歌 他亦有解釋其中的原因 他說他選擇鄧麗君 其實就是想年輕一輩知道樂壇是怎樣的 他亦抱住一個比較謙卑的心去對待自己的工作 對待每一個粉絲 以及每一樣的批評 亦特別獻唱給媽媽聽 看到姜濤的孝心 因為之前姜濤也有默默帶自己父母去不同地方玩 包括澳洲和澳門 看到姜濤其實是擁有這個孝順的特質 而他自己個人的行動上 亦都實踐了這個特質 重視他沒有拍拖 其實他去游泳也是帶著媽媽或者親戚 看到姜濤是很重視他家人的 這件事相信是不少姜濤 認為喜歡他或者喜愛姜濤的其中一個原因 另外就是姜濤有另一個特質 就是非常謙卑 亦都不會因為自己賺到錢 或者是成為了一個人氣王 就會大牌了 或者是不聽其他人的批評 我覺得姜濤一直都有聆聽大家對他的批評 並且去改進 他這個唱了Dummy 就是他之前自己 靈機一動的一首歌 亦都是一個自嘲自己的一首歌 他唱完之後 其實他已經是眼濕濕的 他就有說 人生犯錯 其實 怎樣也好 都要保持一個謙卑人 記得曾經是一個Dummy Dummy這個意思 就是擺設的無特兒 擺著槍的無特兒 所以其實在這裡 看到他 為什麼會比喻自己做一個Dummy 我自己覺得 Dummy是你控制不到的 就是一個突然形的樣子 那衣服是什麼人選給他呢 因為Dummy 衣服是其他人給他 他的形象是其他人給他 但他沒有自己 好像失去了自己 所以我覺得Dummy這首歌 為什麼他自嘲 是因為我覺得他可能 在他工作的壓力上 或者是在他這個星圖上 難免會有很多的 會遇到很多的別人的目光 去聚焦在他身上 而他未必真的能夠做到他自己 所以他就藉此這首歌 去抒發他自己的感受 我同時就是特別的嘉賓 肥仔登場的時候 都幫忙抹汗 第一次感受到姜濤粉絲的力量 幫我簽名 他經常收到DM 何時可以表演這個特務 肥姜2.0 他和肥仔之間的關係 也是非常之好 我看到姜濤面對著傳媒 或者各種的壓力 依然都是保持一個謙卑 謙虛的心 這也是我欣賞姜濤的一個特質 姜濤首歌個人演唱會 亦都在2號的時候開羅 亦都吸引了不少的姜濤 來紛紛慶河這件事 姜濤的父母 所屬的公司 前輩 張敬軒 軒公 同哀寧 古具基夫婦 亦都送上花牌 去祝賀 姜濤演出成功 海報大師 遠大俑 亦都有送上特別設計 自己 背著姜濤造型的氣球擺設 現場亦都有四十幾個應援的打卡位 分別都是來自美國、英國、加拿大、日本、馬來西亞 澳洲、紐西蘭的一些姜濤後援會提供 亦都有一個打卡位 被歌迷寫上祝福語 周邊的攤位亦都排滿了長長的人籠 其中亦都有限量發售的演唱會主題T-shirt 籠球是最搶手的 籠球100個限量已經賣光了 設計都頗特別 藍色、白色 寫著Waves 籠球也是很漂亮的 我覺得我都會頗喜歡這個籠球 因為可能兩種顏色都是自己喜歡的 即是藍色、白色 加上也是有姜濤這個Waves的concert的logo 我覺得是頗漂亮的 姜濤的個人演唱會當然有邀請不同的嘉賓 來到第二場邀請了謝安琪 擔任她的嘉賓 她當時非常緊張 兩個人合唱歌曲 導演那位達人的時候 她簡直是不敢看著K 臉紅紅的 很害羞 而且畫面非常可愛 在K未登場之前 姜濤已經很緊張 她也要工作人員幫她看看她的髮型有沒有亂 希望以最佳示人 到K在升降台上升上來的時候 姜濤是非常著弱地跳出來迎接對方 兩個人唱了她的偶像羅哲祥的歌曲 戀愛達人 伴隨輕快的節奏 兩個人自然手托手合唱 而姜濤在當中也難掩興奮的心情 不停傻笑看著K 兩個人就站在那裡 動都不動 就很害羞 這一幕是挺有趣的 因為姜濤始終跟女生相處的時間真的不多 你想想她的隊友全部都是男生 可能拍戲會有機會 跟女演員有些對手氣 但是始終姜濤又沒有拍拖 然後可能工作時候才會和女生有些互動 又這麼近距離見到自己喜歡的前輩 所以就很緊張 K也有笑她 她說 為何不看著我 又說來唱歌 但又不看著我 我不太明白 我覺得很搞笑 同時也有邀請K的老公 張繼聰做嘉賓 她還是非常有禮貌地稱對方為張繼聰前輩 令到張繼聰也有些笑言 說不用說得那麼山梳 但私底下他們兩人的關係都很好 而作為前輩的張繼聰也有鼓勵到姜濤 其實她當中也有一些拍劇當中 有一些對手氣 或者是大家都會有一些在演技上互相去切磋 或者是交流 因為之前拍的這個關於籃球主題的劇集 其實那時候張繼聰是做教練的 演教練 飾演教練的角色 當中也是有很多很搞笑的互動 而在張繼聰的眼中 就認為姜濤是一個很勤力善良的大男孩 面對很多社會上 或者是大家對她真的很有注目 大家都很留意她的生活 例如想起一隻腳 大家也會說 可能去過麥當勞吃飯也會說 是比較大壓力的 在這種燈光鏡頭下生活的姜濤 是相對地沒有什麼私隱可言 我自己覺得是 其實吃過飯一定是在家裡吃飯的 不會外出吃 所以其實姜濤的心理上也真的很強大 年紀輕輕可能面對很多大家對她的批評 又活著在一個 閃光燈鏡頭下生活的她 其實是不容易的 所以也在這裡支持姜濤 鼓勵她繼續可以 照著她的夢想 或者背著她的初衷 可以走得更遠更長 以及可以追求她自己的目標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個讚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精彩片段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